今天水氣全少 全台各地都還算是一個蠻穩定的天氣 但是在北部地區 因為雲層偏厚的關係 所以要看到陽光的機率還是比較低 而在溫度白天部分也有稍微的回升 但是到明天會更明顯 我是吳宣彤 趕快來關心明天的天氣 我們還是要提醒大家 雖然這冷氣團 在明天白天之後就會減弱 但是在早上的時候還是蠻低的 所以要特別提醒 在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還有花蓮地區的民眾 在明天早上的時候 局部地區還是有可能會出現 10度以下的低溫 所以氣象署都持續的發布了低溫特報 同時在北部還有中部地區的部分 還是有可能出現11度的溫度左右 而在中南部相對影響是比較小的 而到了白天的時候 溫度就會回升上來 我們再來關心未來一週的溫度變化 基本上這一週會經歷三波的冷空氣 而在第一波相對是比較冷的 但是到了明天就會減弱 後面兩波都是東北季風的強度 分別時間點影響的是在這禮拜日 還有下禮拜三 是東北季風的程度 所以在禮拜五 禮拜六這個時間 相對是比較穩定的天氣 而且回溫的幅度稍微比較明顯一些 而到了禮拜日之後 影響大概就是到禮拜一的白天 禮拜一的白天之後 溫度就會稍微的回升上來 而再下一波時間點則是在禮拜三 而目前看起來這水氣部分呢 也帶你來關心到 在未來一週 基本上在禮拜六之前 水氣相對都是比較少 全台各地都是蠻好的天氣 但是在東半部還是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雨 而到了禮拜六之後呢 整個北部地區 東北部地區和東半部地區 因為封面通過 加上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都會降雨 機率是比較高 甚至連中部的山區也會有飄雨的情況 而到了禮拜三之後呢 這個水氣就會慢慢的減少 而至於大家也很關心 在下禮拜六就是選舉投票的日子 到時候天氣會怎麼樣呢 目前長期的預報模式上來看的話 是相對穩定的 但是呢 還是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我們會持續帶你來追蹤 以上是這節的氣象說明